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走 来 过来 看 那有好多荷花呢 是啊 哎 荷花这会儿怎么还不开 时候还没到 我们去那边看看 你看这些花开得多好啊 这花草也跟人一样 只要气脉充足就长得好 你这话我可不信 只要是花草跟人一样了 那我怎么没见过 头上又长出一个头的人来呢 我说不跟你说话吧 你还偏爱说 你说你这话叫人怎么回答呢 我的意思是说 天地间无论是花草还是人 都是顺着阴阳二气而生的 或正或邪或奇或怪 都是阴阳顺利 就是一生出来就人人罕见的人 这道理也是一样的 这么说 从古到今 开听辟地都是些阴阳啊 什么都是些阴阳 这阴阳两个字啊 其实是一个字 阴近了就是阳 阳近了就是阴 不是阴近了又有一个阳生出来 阳近了又有一个阴生出来 真是个笨蛋 月避 月理 快走 nered 月理 你看那是什么 可算粉临颜来了 你看这个 是屎姑娘来了 枫燕姐姐姐是 gustaría 我都想死你了 艾哥哥呢 他在屋子里呢 你先坐 你怎么不早来 我前两天得了一件好玩的东西 还专门给你留着呢 我那个东西你收起来没有 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前两天得的金麒麟 你天天待在身上 怎么又问起我来 这下可丢了 也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了 这往哪里去找 我真是糊涂了 不过是个玩的东西 还这么慌张 你瞧瞧 是不是这个 你怎么捡着了 幸亏是你捡着了 现儿是这个 明儿个要是把什么官印也丢了 难道也算了不成 官印丢了倒是平常 要真的把这个丢了 那我就该死了 好了好了 先别说闲话了 我正好啊 有事要求你呢 什么事啊 有双鞋已经扣了电心子 我这些天身体不好 做不完了 你有空 能不能帮我做做 这就奇怪了 你们屋子里放着这么多巧人不用 怎么偏偏我来了叫我做 更何况 你的活叫下面人做 哪个不好意思不做呢 你又糊涂了 我是什么人 就敢烦你做鞋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这屋里的针线 是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 二爷 二爷 老爷叫您出去会客 姑娘 自己先坐会儿 我就给他取衣服 肯定又是那个什么甲语村 有老爷陪他也就算了 还会会拉上我 朱雅客来琴 你自然有些监动他的好处 所以他才会老要见你啊 算了算了 我不过是一个俗之又俗的人罢了 平时最不喜欢跟这样的人接触 你这个脾气从小就改不了 现如今大了 你就是不愿意去考举人技似的 也应该会毁这些为官作换的人呢 谈谈那些仕途经济学问 将来也好应酬得上 日后好歹也有个正经朋友 成天的只在我们这些女人堆里 能讲出什么名堂来 姑娘还是去别的屋里坐坐吧 我这里平常最不喜欢你这种 知道什么仕途经济的人 你这是什么话 我可是为你好 你怎么就急了 姑娘快别这么说她 上一回宝姑娘就这么说了她一回 她根本就不管人家脸上过不过得去 一句话都没说 抬起脚来就走了 宝姑娘的话都没有说完 看见她人就走了 等时脸就羞得痛红 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这幸亏是宝姑娘 要是林姑娘 还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 哭成什么样呢 既然宝姐姐也说了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这话说到这儿啊 我觉得这宝姑娘还真叫人敬重 这件事之后 对我们二爷还是和往常一样 就好像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真是有涵养 心地又宽大 谁知道我们这位爷 反倒是跟他生分了 林姑娘总是那么跟他闹 也不见他真往心里去 林姑娘什么时候 说过这样混账的话 她要这样说过 我早跟他生分了 难道这些话 就都是混账话了 是啊 好 好妹妹 你这是往哪里去啊 你怎么哭了 谁得罪你了 好好的 我什么时候哭了 泪珠还没干 还骗我 你又熬死了 说话就说话 做什么动手动脚的 一时说话忘了情 也顾不得什么死活的了 你死了倒不知什么 只是丢下什么鸡 什么麒麟 可怎么办呢 你说这些话是气我呢 还是咒我呢 对不起 是我说错了 你看 这有什么 这筋都抱起来了 你放心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真不明白我这话 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错了 真的是这样的话 就难怪你天天还要为我生气了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放心不放心的话 你倒说说 我怎么不放心了 好妹妹 你就别哄我了 要真不明白这话 这么久 我对你的心都白费了 连平日里 你对我的心也都辜负了 我知道 就是因为你不放心的缘故 所以 才惹出了一身的病来 只要你把心放宽一些 你的病会一天比一天好 好妹妹 你先别走 等我说完这句话 有什么好说的 你说的 我都知道了 你出门也不带扇子 还好被我看见 赶着给你送过来 好妹妹 我的心 从来也不敢说 今天既然说出来了 就是死了我也情愿 我也为你弄了一身的病 也不敢和别人说 只好自己挨着 只怕要先等你的病好了 我的病才得好呢 就是在睡里梦里 也放不了你 哎呀 你这是怎么了 说的这是什么话 老爷还等你呢 还不快就会客 这大热天的 太阳底下发什么呆呢 我刚才看见两个妻儿在打架 都挺有意思的 看着看着就呆了 我刚看见宝兄弟穿戴整齐的 吃到哪里去了 老爷叫他去会客了 这个客还真没意思 大热的天不在家里好好凉快 跑出来做什么 对了 对了 云姑娘在你们那儿做什么呢 刚才说了鬼子闲话 又瞧了会儿我捡几天粘的鞋帮子 我明天还想请她坐呢 你是个明白人 怎么这一时半刻的就不会体谅人了 这阵子我看着云姑娘的神情 加上府里风言风语传的那些话 就知道她在家里 真的一点做不得主 他们家嫌用人费用大 居然把那些做针线的人都辞了 差不多的东西 都是他们娘们儿自己动手 这几次 她来我们家住 只要周围没人 她就会和我抱怨 她在家里累得慌 我再问她两句家常的话 她就连眼圈都红了 嘴里含含糊糊要说不说的 看她的样子 肯定从小没了父母都是苦的 我看着她不免伤心起来 你怎么还求着她帮你做东西呢 我也是糊涂了 早知道这样我不该求她 我哪晓得 姑娘家是这样一个情况 她不说我也不知道的 她说在家里做事 要做到三更天 若是替别人做一点半点的 那些奶奶太太们都还不高兴呢 骗我们那个牛心的小爷 他身上大的小的活计 一概不许家里活计上的人做 嫌他们脏 一定要我们做 这些天 我身体又不好 实在是忙不开这些 你不必担心 我替你做些就是了 姑娘当真的 那可是我的造化了 好好的一个姑娘家 怎么就头经死了呢 哪个姑娘 金川啊 哪个金川 还有哪个金川 就是太太家里的 太太好好的这是怎么了 你可知道 出了一件怪事 金川 她忽然跳井死了 好好的怎么跳井了 真是奇怪 前两天 她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 我就打了她两下 把她赶回家去 其实 我是想教训教训她 过两天再让她回来 可谁知道 她气性这么大 就跳井死了 你说这 这不是我罪过吗 姨娘是菩萨心肠 自然这么想 可依我看来 她呀 不是赌气投井的 定是 在这府里居住惯了 一出去 当然要到各处 玩玩逛逛 多半是在井边玩耍 试了脚 不小心掉下去的 哪里会赌 这么大的气呢 若真是赌气 也不过是个糊涂人 用不着可惜 你这个该死的畜生 你天天在家 不读书也在罢了 禁给我闯破 干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我实在不知道 又做错了什么事情 父亲不应该平白 听别人的闲话 闲话 你知道这个机关 是什么人呢 他可是终顺王爷 价钱服务室的红人呢 已经无缘无故 把他勾引出来 现在人家找他 找到府上来了 你还连累你老子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别说什么奇观两个字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何况 老爷还用了勾引 这话 究竟是怎么说的 公子不必掩饰 你是把他隐藏在家里 还是知道他的下落 都要尽快地说出来 我们这些做下人的 也少受些苦 要是找到了 交了差 我们都会感激公子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整天待在府里 我没见过什么奇观 你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问一下 我们要不是有证据 也不敢直接找到府上来 公子何苦不承认 一定要我们 当着老大人的面说出来 这样岂不是让公子 太吃亏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不是故意要隐瞒你们的 公子既然不知道 那北顺王赏给此人 那红汉金子 怎么有人看到 在公子的身上 可见你们的交情 不一般的 大人既然知他的底细 怎么连他质买房屋 这样的大事都不知道 我跟他 也只是一面之缘 没什么交情 只是前几天 听人说 他在离城二十里的地方 买了几亩地和几间房 但是这会儿 还不知道他在不在那里 告辞 你别走 回头我有话要问你 你慢点跑你又输了 来 快点快点 你输了你输了 你输了 你又输了 你又站住 跑什么你跑 带着你的那些人呢 他们怎么游着你 像野马一样 在府里乱跑 本来我没跑的 就 就因为刚刚打那口井 旁边过来 看见井里 刚捞出一个淹死的丫头 跑了几天 这头有这么大 身子有这么粗 实在可怕 所以就跑过来了 这好端端的 谁去跳井了 我们家从来就没发生过这种事 自祖宗以来 对的下人都是宽人的 要是这事传到外头去 说府里逼出了人命 那祖宗的严命何在 来人 在 叫贾连 来大蓝 是 老爷先别生气 这件事情 除了太太屋里的人 别人都不知道的 我听我母亲说 嗯 我听我母亲说 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 拉着太太的丫头金川 强奸不随 便打了一顿 金川赌气 便头颈死了 拿宝玉来 你们跪下 把他的嘴堵起来 谁传心到里头去 立刻跟我打死 这 是 老爷这 我现在喊不动你了是吧 要我亲自打不成 是 给我打 给我死了你打 给我重重的打 我没给你们吃饭审舍 怎么打得这么没力气 畜生 我来 给我 我来 你这畜生 叫我 再叫我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这畜生 气死我呀 打 打 打 你你你你 老师 不可再打了 出出去也就算了 你就饶过他这一次吧 得饶了他吧 是啊 你问问他 干点这些够的 能饶不能饶 平时都是你们宠坏了他 如今已经到了这步田地 打死都不止 你们还来劝 难不成非要等到哪天 他是父是君 你们才说打不成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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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应是该的 可是这么热的天 也要保重身子呀 最近老太太身子也不好 打死暴欲是小 要是让老太太知道了 闹出个急火攻心的 要出点什么好歹 老爷 你可是不孝啊 这罪名就大了 是的 无敬 你也别拿这话来拦我 我养了这个不孝的孽子 早已经不孝了 老爷 平时我想好好教训他 都有你拦着 好像我要诚心弄死他似的 好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今儿要打死他 一决后冠 来人哪 你拿出绳子来 我勒死他 老爷 你管将儿子是天经地义 我不拦着 但是今天 今天你好胆都要看在我们父亲情分上 我如今也是五十岁的人了 膝下就这么一个孽障 你今天硬要勒死他 这 这气不是要绝我吗 你走开 这畜生先气死我 他迟早也得气死你 我今天结过了他 一了百了 我 老爷 你要想累死他 你还是累死我吧 我们母子两个 要死就一起去死 我们在印尖 你好有个依靠啊 我的孩子啊 我的孩子啊 我可怜的孩子啊 冲儿 你要是还活着 你老子就是打死一百个 我也不管啊 你要是有个什么好歹 我这辈子 可竟靠谁啊 我的孩子啊 老太太来了 先打死我 再打死他 就干净了 大热的天 老太太有什么吩咐 叫人把儿子叫过去就得了 何必自己走一趟 待会儿身体再不舒服 就是儿子的罪过了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我是有话要吩咐 可是我这一辈子 没养个好儿子 你叫我跟谁说去啊 儿子管教他 那也是为了将来光宗耀族 老太太这话儿子如何担当得起 哼 我才说了一句话你就担当不起了 那你下狠手打人 宝玉他就担当得起吗 你教训儿子是为了光宗耀族 那我问你 当年你父亲教训你 他下狠手打过你吗 不不不不 这都是儿子一时性极 将来儿子再也不打他了 你不必跟我吓谎 你的孩子 你要打就打谁也拦不住啊 看来你也厌烦我们娘们呢 我们还是识相点早一点离开 免得你看得不痛 来人哪 给我备车备轿子 我太太宝玉 我们立马回南京去 老太太这话 儿子真是万死也无立足之地呀 你无立足之地 还是你让我无立足之地呀 我们回去了 你看谁不痛快 你爱打死谁就打死谁 再也不会有人来阻拦你了 快点 给我备车备马 备轿子 我们回去了 老太太千万别动气 千万别动气 快走开吧 看着你我就心烦 鲍玉呢 鲍玉怎么样了 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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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啊 鲍玉啊 你快醒醒啊 你快看看我呀 你这苦命的孩子啊 来人哪 快去叫大夫 是 你们要看着他死才行吗 快去 快去 鲍玉 鲍玉 你们这人看看 都打成什么样了 来插插揍吧 是 还不快去把藤铁子 从那抬出来 快点 快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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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出去一趟 就被打成这样了 这事情 也没个预兆 到底为什么事情打你 你问清楚了没有 不过就是为了那些事情 打都打了 还问他做什么 哎呦 怎么了 只是觉得下半身很疼 你瞧瞧打坏了哪里 我的娘 怎么能下这样的狠树 这身上都没块好的了 好姐姐 这打的是我 你哭什么 啊 我的爷 你但凡听我一句话 平时都做做样子 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今天 幸亏老太太太去得早 没伤着金服 这要是打出个餐具来 可救人怎么办呢 回二爷 保护你来了 啊 姑娘 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药 专制外伤的 晚上用酒把它盐开 给它敷上 把雨洗的热毒散开就好了 嗯 你这回子 可好些了 已经好多了 早听人一句好话劝 也不至于 弄到今天这步田地 你说老太太 太太看着心疼 就连我们看着 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 到跟前说话 快 太太 不管叫谁来都可以 你怎么自己跑来了 丢卸他一个人在屋里 谁来服侍他呢 二爷刚才已经睡了 还有四五个丫头 如今也调教好了 会服侍了 太太请放心 我是怕太太有什么要紧的吩咐 打发他们来 要是听不明白 反倒误事了 其实我也没什么话 就是想知道 她这回子疼得怎么样了 宝姑娘送了药来 我已经给二爷敷上了 之前疼得躺都躺不住 这会儿已经睡沉了 可见是好些了 蔡霞 去把那几瓶香露都拿来 好 只拿两瓶就够了 多了也白糟蹋了 不够再来取也是一样的 姐姐 好尊贵的东西呀 这么小的瓶子能有多少 这个可都是上贯用的 你好生帮她收好了 可别糟蹋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等等 菜侠 你们先都下去吧 嗯 我倒是想起了一句话 嗯 我怎么听人说 宝宜今天挨打 是环儿 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 你听到这些话了吗 这话我倒是没听说 只听说 二爷好像认得什么王府的戏子 人家来和老爷说了 就为这个挨得打 也为这个 好像还有别的缘故 别的缘故 我就不知道了 那就没什么了 你先去吧 是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今天二爷挨了打 趁着这个事 奴才大胆在太太面前 说句莽撞的话 论理 你只管说呀 太太别生气 我才敢说 你说吧 我知道你是为了保育好 论理 二爷也该得老爷的 教训教训才是 老爷再不管 将来 还不知道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我的儿啊 你这话说得很明白 跟我的心里想的是一样的 其实 我何尝不知道 宝玉该管 想想以前你朱大爷在的时候 我是怎么管教他的 现在老了 难道倒不知道 要管教儿子了吗 到了今天这种地方 是对 您要不要说 都没有了 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怎么做 要不做 走 我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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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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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